现在CBA正处于一个更新换代的阶段 老将退役 年轻球员上位已经成为CBA的常态 最近广沙队中一位22岁的年轻小将 获得了非常多球迷的关注 这位小将就是朱俊龙 朱俊龙身高两米 是一位内线球员 他在赛场上拥有良好的视野 无论是突进还是投篮都不在话下 朱俊龙是非常有机会成长为一位出色的3D球员的 在CBA第二阶段的比赛中 广沙队的表现令人感到惊喜 因为广沙队先后击败了广东队和北京队 广沙队的指导王博队这样的成绩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他并没有感到骄傲 因为广沙队距离成为CBA顶级强队 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广沙队这两年也算是人才辈出了 胡金秋和孙明辉都已经成长为了广沙队的核心 等这一代年轻球员完全成长起来 广沙也会随之获得一定的进步 现在广沙队又有了朱俊龙 这位非常有发展潜力的前锋 广沙队未来是一片光明的 王博在培养朱俊龙上花费了不少的心思 朱俊龙没有炸裂的身体素质 也没有疯狂的得分数据 但是他在队内拥有非常重要的战术地位 在广沙队效力这两年 他基本上都是以替补身份上场 但是朱俊龙的数据一直都很不错 在场上的效率非常高 本赛季李金龙离队朱俊杰也获得了更多上场的机会 本赛季朱俊龙的场军数据 保持在11.4分5.7篮板1.4助攻 这是目前他职业生涯中最好的数据 但是朱俊龙一直都处于掌球的状态 王博花费在朱俊龙身上的心血 现在都得到了回报 朱俊龙的横空出世 也让广沙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度 期待朱俊龙在之后比赛中更精彩的表现